好 那同時他也指控很多事情 包括就是說反滲透法在人民脖子上 這個綁炸彈隨時會犯法 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他都會有一些這個要件 不可能說就罗知罪名 再來呢他說蔡英文曾經講過 未來一個中國是台灣唯一的選擇 那後來人家也說 蔡英文就那時候是 要這個處理一中的問題 要建構有意義的關係 你中國要放棄武力犯台 你要民主自由對不對 那再來就說你的網軍 什麼楊慧如逼死了外交官 那再來人家說逼死外交官 是微博發動了假新聞資訊戰 再來呢這個韓國瑜也講了 歐盟把這個核能視為綠能 德國認為廢核是錯誤的 是這樣嗎 那人家說歐盟尊重各國的決定 德國在2022年就要走向非核家園 再來他就說核四通 這個公投通過 蔡英文直接沒收公投 那就說2019年要推動重啟核四 公投會在2021年舉行 沒有說不能公投 那再來就說民進黨搞慶富案 掏空台灣人什麼325億元 那其實慶富案 蔡英文就講了 是在你馬政府時期發報的時候 不是在綠營執政任內 來時期 謊話講100遍就變真的了啦 所以他前三場證券會加上這場辯論會 其實內容都一樣 就是他不斷的用錯誤的資訊 來支撐他這個全場的表現嘛 那對於韓粉來說一定都會覺得說 對對對你看他講的通通都對 可是你只要去上那個 事實查核網站就發現說天哪 三位候選人錯誤比率高到離譜的 就是你韓國瑜 為什麼 是因為他其實就是在用形容詞 在用一個概念 在用一個戴帽子的方式 他想要讓大家換回去年 大家討厭民進黨那樣子的氣氛 他其實是打算要複製去年 他成功的經驗 所以他用一大堆錯誤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都覺得 對啊好可惡好可惡 民進黨壞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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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 壞透了 他就是要創造出這樣子的概念而已 所以他的資訊通通都錯 都錯沒關係 因為只要撩起大家 討厭民進黨那樣的氣氛 他就算成功了嘛 那如果講到核四這件事情 我實在是覺得他很有意思 就是說按照他的國政顧問團 給他的這個配比 能源配比 他不是要達到多少 25%的核電嗎 那後來蔡英文不是問他說 那請問你可能要蓋核五 蓋核六 你要蓋在哪邊 他竟然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如果你要把核能的能源 發電比例拉高的話 你總是要有一些步驟 就是說好那所以我核四要重啟 核四要重啟大概可以補多少的核能的發電 然後不夠到25% 那我再蓋一個核五 那所以你要有步驟我要先怎麼樣 然後再花多少錢重啟核四 然後再蓋核五 然後是不是需要再考慮蓋核六 然後蓋在哪個地方 核廢量要放哪邊對不對 那首先你第一關應該是核四 要重啟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蓋好了 那你是不是更首先要去問一下侯友宜 你總是要先問一下你同黨同志 新北市 新北市 通通沒有 核廢量要放哪裡 他通通完全步驟 從第一個開始問侯友宜 一直到往後 通通沒有方法 沒有步驟 沒有劇本 沒有想 沒有打算要如何處理 他只有說 不是蓋在你家也不是蓋我家 這像不像小學生在吵架 那蓋在哪裡 我真的想問他蓋在哪裡 就蓋在我們大家人的家 因為不在他家也不在你家 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打算蓋在哪邊 就是說他是用一個不太負責任的方式 在處理這麼嚴肅的政見和辯論會 好那謊言講了一百遍 他就覺得那個就是真的了 那韓粉也認為說那個就是真的 所以有沒有達成他的 他想創造效果 我認為某種程度是有 有可能可以達成說 對啊 民進黨真的好討厭 民進黨真的執政好爛 可是問題就在於 他為什麼要去砲打馬英九 因為你要喚起這些人 討厭民進黨的記憶 其實你最重要的就是要讓 團結整個泛藍的這些支持者 要來支持你 結果你跑去罵馬 誰最支持馬 知識藍 經濟藍 這些人最支持馬英九 馬英九最落衰的時候還有9% 最差的時候還有9% 他現在可不止9%了 結果你硬生生應該要擁有的這些票 你因為罵了馬英九 然後這些人 因為馬英九不是第一次被你羞辱 他曾經站在你的台子上面 被下面的韓粉虛下台 他受了多少委屈 而如今馬英九幫你輔選 幫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輔選 他有沒有盡心盡力 坦白說是有的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你就等於把馬英九的最鐵粉 蠻有的鐵粉9%通通罵跑了 那你自己原本就不多了 然後你又罵跑人家 那請問你這個是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 嫌自己票多是不是 嫌自己票多他一直推出去 有可能 然後就是太太玄妙的一種選舉策略 來來我請教世維哥 因為韓國瑜就最恨人家黑他 那為什麼他講的這些感覺上 有很多是不實的訊息 甚至是謠言咧 不會 我覺得綠營的不需要天柴火 那我相信馬前總統 他跟他的一個幕僚 跟我們韓正營的一個幕僚 也都有做這個說明溝通了 那在昨天在第一時間 那事後編論會完了之後 韓正營 韓國瑜的一個臉書 也有發表了這一個看法 最重要講的說 馬總統他任內軟這個字 是針對於他宅心仁厚 另外聽人家說的 軟頭讓他沖滾了 他做總統的時候 在立民進黨知道要怎樣也怎樣也 他都沒有自己計較 但是沒有自己計較的時候 變怎麼樣子 變成你軟頭讓他沖滾了 所以說我們要講說 馬前總統的心地很好 那今天在辯論會上面 他的時間不多 你看 每次民進黨做不好的時候 說馬威拉 馬威拉 然後民進黨做不好都推給前朝 好的時候只能扁你們的功勞 所以說我必須要講 這個部分我們有溝通過 那我相信綠營不需要天才火 那今天你在講說 他剛剛講的那一些的一個問題 我請問 那過去民進黨主張的公投綁大選 是被你們硬性的把它切割掉 我相信選民都看在眼裡 那你講說以和養綠 是不是去年公投所做的結果 你有沒有 你沒有嘛 你也沒有照著做嘛 所以說你一方面有講說 2025非核家園 一方面你又用核能 重啟核四比較問侯友宜 那你今天重啟核四 侯友宜今天講他不是總統 但是韓國瑜有講 安全無欲 人民同意 我相信今天要不要用核四 今天要不要解決 五缺缺電的一個問題 我相信這是全民的一個共識 如果說你是要大量的燒煤彈 你蔡英文總統講說 用核能能源是用生命 那我請問你用藍煤 不是犧牲我們的一個費 也是犧牲我們的生命嗎 這由人民老闆心來做決定 那你在怕什麼 你為什麼要把公投綁大選 給取消掉 來 最後一句話就 蔡英文在怕什麼 其實蔡英文不會怕什麼 蔡英文是希望台灣更好 蔡英文就是要讓台灣更好 我想其實沒有想到現在國民黨 比民進黨口口聲聲更愛公投 然後更強調公投 我想一直在反公投的是誰 把過去的歷史調出來看一下 都是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公投 我們認為說有不當的地方 或是在執行方面 有應該要修正的地方 我們只是修正 跟公投尊重民意完全無關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公投 只是在時間的調整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世維 這個國民黨現在突然 技術性的封殺啦 不要講調整啦 愛公投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明年我相信 所有的台灣人民 對於任何我們的民生議題 或是大家關注的議題 都可以透過公投 都可以提案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國民黨其實 一直講到核四的問題 其實他們都沒有想到說 其實核四到底能不能用 我自己過去一直都在 教育文化委員會 圓能會 我們每次跟他 在了解所有的資料 核四到底安不安全 連圓能會都不敢跟我們說 核四是安全的 所以你今天韓國瑜你說的 我有兩個原則 就是安全無於人民同意 那人民同意還是要公投嗎 你要講清楚 那你說安全無於 到底安全無於的角度是什麼 你都要講清楚 到目前為止 核四所有的過去的基建 還有所有的領主 完全都不同的廠商 那已經是變成多頭馬車 甚至是所有的拼裝車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沒有一個人敢簽證 安全簽證 所以你韓國瑜一定要講 是誰敢簽證 是不是應該簽證之後 誰來證明安全無於 你這個原則要先說出來 你不能再喊口號 你是喊口號盥洗嗎 在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 因為兩句口號 讓你當選了高雄市長 這個人進來 這個人進來或出去 高雄發大財 這樣子讓你當選了高雄市長 所以你現在還是在 這個喊口號 總統不能只是喊口號 你必須說什麼叫安全無語 那我們一直看到說 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提出政策 然後一直不斷的說 我們在喊在說口水 然後不斷的是說 我們這個在質疑他們 其實我們都不用質疑他 我們也不用去 講很多的理由去反駁他 而是台灣人民 自己會挑出很多的理由 去挑戰韓國瑜 所提出的所有的政策 所以其實我們想的都一樣 包括馬英九 我覺得現在是 我一直講說軟 為軟這個字 然後去做很多的解釋 韓國瑜在講這個政見 發表的時候 說馬英九軟 真的是說他心軟嗎 是這樣子嗎 他軟弱了 他一開始說軟弱 對啊 講的是軟弱 然後他在課 我必是說 去看一下韓國瑜的臉書 光他昨天在台中那場造勢 他講的那個不入眼的字 然後今天王潛就怎麼說 你聽不到啦 很奇怪 所有台灣人民在那裡聽到說 你聽不到啦 那句話不是這個意思 是心軟 那是尾仔 為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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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不到 那個臉比較重一點 所以你聽不到啦 奇怪了 為什麼國民黨都可以自我安慰 然後自我說服 可是這個自我安慰 自我說服沒有用啊 你要說服的是台灣人民 你要能夠讓台灣人民接受才對啊 OK 好 韓國瑜在28號呢 這個拍賣原位外套 一名退休女老師呢 以100萬得標喔 那同時她又花了40萬 買另外一件出手相當大方 那現在呢就被網友棋底 那這名是住在高雄的一名 謝姓的退休老師 跟高雄百貨界知名的退貨姐 外型相當神似 來看VCR 一百萬一次 一百萬兩次 一百萬三次 恭喜 韓粉花一百萬 飆下韓國瑜穿了三個禮拜的原位外套 興奮的和旁人相擁 少跑不上台 讓韓國瑜親自幫他穿上 買兩件是 一件是給我兒子 我再怎麼樣我都要做得到 我可以節省別的不要花 可是這個我一定會花下去 得標的鋼鐵韓粉 是來自高雄的謝姓退休老師 其實已經先買了一件 簽名版外套 算一算兩件就花了他一百四十萬 出手大方 卻被人起底 他過去疑似是高雄百貨出名的退貨姐 有網友在罷免韓國瑜的臉書社團中 PO文說買外套的韓粉跟退貨姐 同樣都是白髮 姓謝還來自高雄 疑似就是同一人 擔心工藝沒做成 更質疑他明明有能力 為何平時愛退貨 敲電話拍櫃子 女子買瓷器後退貨不成 對著櫃姐大吼大鬧百貨 還不止一次 也曾驚動警方 被不少高雄百貨公司 列為黑名單 同一人還曾在馬路上 惡意擋車筆中止 脫序行為一篓框 而退貨姐的外型和買韓國瑜外套的韓粉 的確相似度很高 讓網友嘲諷他可能也會找韓國瑜退貨 然而無論是否真為其人 韓粉以100萬買下外套都意外 先期討論 韓粉力挺無極限 我們看到退休老師能夠砸下140萬 買兩件韓國瑜的原味外套 看起來財力相當不錯 退休老師的退休金是不是很高 因為之前在要年改的時候 不是說把他們改得快生活快活不下去了嗎 怎麼會這樣子 我想要請教佩芬姐 退休老師看起來是財力還不錯嗎 可以砸下140萬買兩件外套 這相當不容易 140萬兩件外套確實是很大的手筆 特別是退休老師 因為退休的話就是靠退休金 然後沒有其他的收入 可是我覺得常常這種易賣 錢收到才能算輸 這是我堅持的原則 就是說你知道中外都有 常常就說我買什麼買什麼 最後衝衝就過幾天又退掉 你知道特別美國白貨公司 你知道聖誕節前 很多人都買很多漂亮衣服 聖誕party開完了以後就拿去退掉 也有這種 所以他這位退貨姐有可能 到時候也要退貨嗎 錢要收到才算數 因為昨天聽說他賣了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那比李嘉芬到美國 五個城市才一千五百萬 他昨天一個晚上就一千萬 還是他比較厲害 因為李嘉芬走了五個城市到美國 還那個國民黨的支部 還給他捐了那麼大的錢 才一千五百萬 他昨天晚上就一千多萬 所以我覺得 但是錢要收到才算數 我一向就是堅持這個原則 我也看得出來 韓粉還是相當的貼心 很貼心 給韓國瑜這麼大的溫暖 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錢收到才算數 是 對 那沛粉姐怎麼看 因為剛剛就說 因為韓國瑜在昨天的 這個造術晚會上 疑似爆出口 王淺就說 是大家聽錯了 那個是尾音 你覺得這是硬拗嗎 其實韓國瑜爆出口 也不是第一次 你知道因為他成長的背景 他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就是說4月17年 然後跟大家打屁啊 唱歌 喝酒 他說他心中有神明 所以不會喝酒跟爆女人 錯 你知道美國是基督教國家 每個週末都要去這個 去天主教的話 會忘彌撒 基督教要去懺悔 可是犯罪力糟糕 所以他們常常笑 禮拜一到禮拜五幹壞事 禮拜六禮拜前去懺悔 所以心中有神明 不見得就不喝酒爆女人 那是兩回事 所以不要拿那個當藉口 沒那回事 對 的確 喝酒爆女人 是韓國瑜自己講的 還是他旁邊的朋友講的 或他過去的立法院同僚講的呢 所以說到底誰有公信 你來名譽 怎麼樣看我們就說 包括這個韓粉 這麼的貼心 花140元買兩件外套 那同時呢 王譴秋這樣的解釋 是在解釋還是硬拗勒 先講這個退貨節的部分 這個網友我覺得蠻厲害 因為他這是兩年前 2016年那個退貨節 他就是在高雄 還有三個特徵嘛 就是白頭髮 然後高雄 然後又是這個謝信 所以人家這個照片比對 就是發覺90%的相似 所以就是這個疑似 這個退休老師 這個韓粉就是所謂的退貨節 對啦 確實沒錯 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因為韓國瑜他有說了 就是說他們這個藝賣 這個外套是捐給公益團體啦 那這個捐給公益團體 所以這個如果退貨節 他這個100萬 當然不少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沒有 贏貨兩棄啊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真的把錢 交到他手上 錢收到才算數 因為以他這個過去不良的紀錄 可能他回去穿一穿 如果覺得不滿意要退貨 那你說答應給這個公益團體的錢 那這個韓正寅要怎麼補上 對這個可能是韓正寅自己要做的 這個準備啦 不過這個精神科醫師 我覺得蠻厲害 他馬上就去分析這個退貨節 他去買買這個韓國瑜的一個心理狀態 他說通常這種退貨節 他們就是有三種人格特質 一個是喜心厭舊 缺乏同理心 不尊重人 所以才會有買了 然後又退買了又退 對 所以就是說是不是物以愛 或者說有這樣子 但我還是提醒了 這個韓正寅真的要小心 因為他們 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他們這個是捐給公益團體的 所以這個退貨節 如果說真的 他這個想想又後悔的去退的話 那這個韓正寅要怎麼樣對公益團體交代 這個金額可能要 大家靜觀其變 看他會不會後面跑去退貨 那王遣秋部分 事實上我覺得啦 就是要這個不要再硬拗了啦 就是我覺得該道歉就道歉嘛 對那何必去拗說 啊這個是大家聽錯或是怎麼樣 尤其在 反正韓國瑜亂講話 也不是第一次了嘛 說實在他昨天 那個事實查核中心這個部分 有查出 就是說韓國瑜所 講錯的這個比例是最高的 大概有22個是比其他的候選人 高出這個8倍之多啦 而且他其實這個列列上去的還不止 那他就是說 對於昨天你去講那個新竹的候選人 是工廠章的章心候選人 他也沒有道歉也沒有澄清 什麼都沒有啊 那這個也是他講錯的一個地方嘛 對那另外還有我們昨天也講過了 就是說包括他架空新潮流啦 開除何志偉這個部分 這個很多很多的都錯誤了 因為蔡英文又不是黨主席 你怎麼去開除人家 而且就算是黨主席 你也不能開除人家 所以我覺得如果不管是他爆出口 或是他講錯的地方 我覺得該道歉就道歉 不要再硬拗了 然後我要請教士偉哥啦 那這是到我們大家聽錯了嗎 韓國瑜沒有爆出口 沒有 我相信我昨天在看傳播的時候 我也沒有聽到 那今天王景秋總發言人他也講了 或許是他在脫外套的時候 旁邊的人有在那個附和的聲音 這一個部分我們已經做澄清了 再來我必須要講 你說這一個外套拍賣的一個事項 我們在現場 我也在現場 我們針對每一件要拍賣競標的時候 這一件的所得 還沒有得出一個結果 我們都講說這件是要給哪一個單位的 昨天我們那天總共 三百三百三十三萬五千元 是高雄市腦性麻痺服務協會 兩百五十六萬五千元 是高雄市唐氏政歡喜協會 兩百二十九萬兩千五百元 是高雄市社會社福慈善總會 兩百六十萬五千元 是新入基金會高雄市新興 幾能照顧中心 總共一千零七十九萬七千五百元 分配好了 我們都已經在現場都直接競標 就已經分配好了 你講說這一個退休教師 真的我們感謝他 當然我們也謝謝各界的一個提醒 我相信跟這一個商業行為 跟愛心的行為 它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當然我們同意你們的一個提點 但是這一位退休教師 他在昨天 他去參加台中這一場活動的時候 他在這一個遊覽車上面 他也講 我願意跟著韓國瑜做愛心的活動 而且他過去也有參與唐事證 這一個照顧病患的一個 所以說他知道唐事證病患的 你會不會擔心他後來跑去退貨 我覺得大家不用過度擔心 他昨天在遊覽車上面他也講 他願意把他做得到的一個所得 他願意來捐作愛心 所以說我會覺得講說 有這麼多的一個善心人士 我們今天不是中保私囊 作為政治現金專戶 我們今天是贊助者 還有今天來競標者 他們都是把他們的這一些所得拿出來 做愛心的活動 所以說我還是希望講說 大家能夠讓這個社會更溫馨 莫忘世上苦人多 大家都來做公益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 不要用酸葡萄的心理 再酸言酸言 那士奇 那當然他做愛心很好 但可能不要退貨 真正人物帶頭做愛心 然後他的支持者可以去響應 我覺得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這位退休教師的口袋的深度 也的確讓人極為驚訝 因為我們一般人其實 很難拿出140萬 只是為了買兩件外套 那他如果是存心做愛心 我覺得當然是好 那也不用去懷疑說 他是不是到最後會拿去退貨 我覺得現在大家在討論他 會使得他可能 就算心裡想退貨 也不是那麼的好意思了吧 但是回過頭來 我覺得要講的是說 他能夠拿出140萬去買外套 並不會影響他的日常生活 那可見年改這件事情是做不對的